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科技新概念频道。 你有没有想过一天早上醒来,发现我们的宇宙教科书被改写了? 这不是科幻,这将是不久会发生的事情。 自古以来,我们人类对宇宙的认知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由浅入深。 历史上,一些重大的发现,实际上重新定义了我们对宇宙的认知。 如哥白尼曾经将地球从宇宙中心挪开,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把地面上物体运动的规律和天体运动的规律统一在了一起。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改变了人们对于时间、空间和引力的认知。 现在,微博太空望远镜的出现引发了另一个科学革命。 它是我们当代的哥白尼、当代的牛顿、当代的爱因斯坦,正在颠覆和改写我们对宇宙的认知。 在我们深入探讨微博太空望远镜令人震惊的发现之前, 让我们先欣赏一下这个令人惊叹的工程背后的故事。 詹姆斯·维博太空望远镜,它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它代表了许多年的深入研究、复杂的数学建模以及许多国家的国际合作。 这个望远镜由镜片和传感器组成。 他们在冰冷而无情的太空环境中工作, 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最详细的宇宙图像。 这是人类眼睛从未见过的宇宙, 一个重新书写的宇宙历史和宇宙膨胀的故事。 维博望远镜以前所未有的愿景, 使天文学家能够以新颖的方式探索宇宙, 正如德克萨斯州大学的天文学家安德里亚·班扎迪说, 这真的就像你在挑选新眼镜一样, 你戴上它们,突然,哇,你看到了更多。 那么,维博望远镜的第一个重大发现是什么呢? 它涉及到宇宙大爆炸的概念, 这一概念刚刚开始浮出水面。 维博望远镜的观测已经挖掘出 支持宇宙膨胀模型的突破性证据。 这一模型认为,在大爆炸之前, 宇宙经历了一个几乎无法想象的膨胀爆发。 在一个微小的时间范围内,宇宙增长了许多倍。 这个过程通常被称为宇宙膨胀, 它表明宇宙的膨胀速度超过了光速。 至于这种大规模膨胀的极致, 科学家们正在考虑着奇异能量长和甚至是量子波动作为潜在的催化剂。 大爆炸现在只是一个更加复杂宇宙叙述中的一个部分。 现在我们进一步思考, 这个发现是否为多元宇宙的概念提供了依据。 每个宇宙是否在其独特的膨胀事件中诞生? 按能量和量子力学在其中可能起到了什么作用? 这些巨大的问题的回答,或者至少是思考,已经展开。 这些发现为我们的宇宙认知增加了更多的复杂性层次。 微博望远镜带来的另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是六个巨大的极为古老星系。 科学家们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宇宙颠覆者Universe Breakers。 这个名字并不夸张, 它形象地体现了这些巨大的天体正在颠覆我们的认知, 感谢我们长期以来有关星系形成的时间表和机制的架设。 微博太空望远镜的启动考虑了多种科学目标, 其中之一是研究早期宇宙,包括第一个星系。 它具有比哈勃望远镜更远,更清晰的红外能力。 它的新发现颠覆了现有的认知。 它们距离我们是如此遥远,我们无法看到它们的光。 我们看到的这些极为古老星系的景象, 源自于大爆炸之后几亿年的时间。 根据科学家们现有的宇宙模型, 星系应该是很小而不是如此巨大的。 现有的宇宙模型描述了一个缓慢而渐进的星系形成过程。 其中微小的物质团经过数十亿年的相互吸引, 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巨大的宇宙结构。 但这些宇宙颠覆者的发现引发了问题, 科学家们不得不再思考, 我们的经典的星系形成的模型是否过于简化了? 这些庞然大物星系是如果变成宇宙的产物呢? 这些星系的大小和复杂性是否表明宇宙元素的编排和天体物理现象的复杂编排具有更多未知的复杂性? 这些问题还没有最终答案, 但它们引发了科学家们对宇宙本质的新的思考。 同时, 微博太空望远镜还揭示了有关太阳系的惊人发现。 他观察到太阳系外太空中的巨大水冰环, 这是一个有关我们太阳系的新发现。 这个巨大的冰环环绕着太阳系的边缘, 它的存在可能影响着太阳系内行星的运动和轨道。 科学家们正在研究这一现象, 试图理解这个水冰环是如何形成的, 以及它对太阳系的演化有何影响。 这个发现也引发了更多关于太阳系起源和演化的问题。 此外, 微博望远镜还捕捉到了一些令人惊叹的星际景象, 包括星云、 行星际尘埃云和恒星形成区。 这些图像不仅美丽, 还提供了关于星际物质如何形成和演化的重要信息。 它们为我们揭示了宇宙中的美丽和复杂性, 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宇宙中的各种过程和现象。 发表在最近《天体物理学》杂志上的《关于微博星的观测结果》的一篇论文中, 论文指出, 三十多年来, 人们一直认为这些盘撞星际在早期宇宙中很少见, 因为星际经常经历剧烈的遭遇。 微博发现了如此多的新的星际, 这一世实施该以其威力的另一个标志。 星际结构在宇宙中形成的时间更早, 实际上比任何人的预期都要早得多。 科学家评价说, 这些星观测结果的重要性咱们强调都不为过, 它们颠覆了我们对星际如何形成和演化的整个理解。 在这些观测之前, 天文学家认为, 进化的盘撞星际直到大爆炸后约61年才出现。 但是, 正如我们在科学中经常看到的那样, 每个新的发现都会引发更多的问题。 微博望远镜的最新观察数据充满了谜题, 需要科学家们多年的研究和分析来解决。 但正是这种挑战和追求解答未知问题的激情, 推动着科学的前进。 微博太空望远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窗户, 让我们深入探索宇宙的奥秘, 并帮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对宇宙的理解。 在最后, 让我们思考一下这一发现对我们的生活和未来的影响。 虽然这些发现可能不会立即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 但它们将推动科学的前进, 为未来的探索和技术发展铺平道路。 例如, 对宇宙膨胀的更深入理解, 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宇宙的起源和命运。 对太阳系的研究, 可能为未来的太空探索提供更多信息和机会。 而对星际景象的观察, 则可能激发新的艺术和文化创作, 启发我们对宇宙的想象力。 总之, 詹姆斯、 韦伯、 太空望远镜的发现正在改变我们对宇宙的认识, 并激发了更多的科学探索。 这个太空望远镜的使命原位结束, 我们可以期待未来还会有更多令人惊讶的发现。 无论你是否是一名科学爱好者, 都可以欣赏到这些发现的重要性和美丽。 希望我们可以继续追寻宇宙的奥秘, 为人类的知识和想象力, 开辟新的边界。 这就是我们今天为您提供的信息,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不要忘记给点赞。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 请按响铃,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关于未来的内容。 请告诉我们您对今天的内容的看法。 您的支持将继续激励, 提供更好的, 微博太空望远镜的新发现。 感谢您的观看, 下次再见。